新一集的這期最紅呢 真是現在最紅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講紅色國產車 一部不是國產的 但是中國製造的XC60 富豪 富豪的 還是用Hybrid 最小的是B500 另一部 順順正正我們所謂的自主品牌 完全國產的 東風小康 Gory 580 喂 美月先 是 多少錢 這部車好像是賣16萬多 16萬多 7座位 1.5Turbo 是呀 配CVT 7座位SUV 我覺得買這種車 是很重的那種 澎寶消費心態 便宜靚正 好實用 是 這部是新車 新車又便宜靚正 是不是多一個項目呢 對我想起 以前我們玩DVD機的時候 那些國產DVD 是 是 什麼碟都可以讀 告訴你 翻版正版 什麼功能都有 總之用得到 什麼導臂都可以 是呀 你插爛碟下去都可以 你試試買一個日本 買一個Sony 什麼日本的 那些 不適合地區買又不能讀 是 翻版的讀讀一下沒有聲音 又不能 所以 我們買一輛淘寶車 什麼都可以 香港人 很多人的心態 好像買波鞋一樣 是 我不會上淘寶買 Like Adidas 不會 不會咯 但是 我們就會上淘寶買一些實用的東西 家裡的東西 這是家裡的東西 家裡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解釋OK的 我不可以 不如我們看一下車 它有什麼 16萬 給到你什麼 超值的東西 不如我問你 這輛富豪賣多少錢 這輛50萬 50萬 和一輛16萬 好 我們去看一下這輛車 好 我們就看這個位 前後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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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邊的位 這裏 你看到 有高低的 是嗎 看得很清楚 高低 這個高了 這個低了 我們看富豪 同樣一個位 看到了 你發覺很輕微 但有略為可以接受的 一些小小的誤測 但是 是不明顯的 完全不明顯的 好了 你分不分辨得到 這個是中國生產 還是瑞典生產 完全分辨得到 我都駕過很多車 我給你駕多20年 如果你18歲 至少多我20年 我做了車評人 接近30年 如果有人上了車 駕了之後 他真的覺得這個是中國製造 不是瑞典製造 他分得出 我退休 原來我真的不懂得看車 我覺得 生產地不是決定一輛車的質素 因為墨西哥也有造車 巴西也有造車 奧地利也有造車 已經是World Car的時代 不是限於哪一個生產地做什麼 但如果真正一個好質素的車 我們計算什麼呢 第一,他用什麼材料 哪個供應商 如果供應商沒有變 或者都是同樣質素的東西 即是那些料沒有問題 第二,最重要 QC問題 沒錯 我們有一班香港車評人 都上去看他們的床 跟瑞典廠的嚴格監控的QC 好像他們都看不出 可能他們不是間諜 所以看不出他們當中的差異 未來大家都應該不能選擇 因為是車廠決定 在哪裏造車 其實是產品 最主要是看產品 即是等於手機一樣 手機電器一樣 他做得好的 打機任天堂在哪裏造 即是沒有所謂 沒有介意 對,不需要介意 好,我們立即上來這部東風小康的Glory 580 有點超越時空的感覺 對,到了另一處 大家有什麼感想? 好,你說 第一眼看下去 我覺得我要給一些建議 中國車廠 有時我都知道 我們現在中國的汽車牌子 都是走實用 抵食甲大劍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實際 不要玩花巧 尤其是扮豪華 反而顯得出自己的弱點出來 例如兩隻顏色的皮籠 或者裝飾的飾板 我覺得都是無謂 OK 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個性好一點? 個性 我覺得不是個性的問題 是你的存在價值的問題 起碼十多萬一架車的存在價值 好像這個 中型SUV 偷到很多空間做出座位 還有它整個車廂 都舒舒服服的 空間夠的 實用的 功能強勁的 對嗎? 螢幕又夠大的 又有導航 又可以聽歌 又可以對應Andra 我覺得已經夠了 我覺得 你不需要告訴別人 我想裝一下號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滑蛇添足了 十幾萬的車 十幾萬又不可以 高適它的製造質素 還有用料 對的 又可以坐七個 實際內用最重要 對 國產車始終給我的感覺 它沒有給到新鮮感給我 始終都是我們以想得到的 國產車的質素 功能 抵食搭大件的 還有代步的車 那是一輛 和華車 對 拜拜